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教授先不读 我们开始就讨论那个王八郎第二个故事 四八四叶 那我们一开始就对这个王八郎的那个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坏 对吗 不只是外面和一个唱女有关系 而且这个已经很不应该很不对了 但是更坏的是因为呢 后来就证悟其气 对吗 就对他自己的气质态度很不像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输赎者 就是完全是赞成那个妻子 就已经说丈夫那么坏 妻子知人也 对 则训辞打曰 训辞是什么意思呢 额顺的言词 对对对对 就很很很 陶人喜欢的那个样子 很小胆的 很小胆的 对吗 对吗 七始愤然曰 那个始字是什么意思 才 才 然后我们读到那个始字 会想到上面的哪一部分呢 对对对对 训辞约 训辞打曰 对吗 所以他真正的感情是现在才表达出来 才表现 对吗 而且他那个 那个第二次 第二次丈夫到南部去了 他其实怎么做了什么事情 把家里的所有的 东西嘛 家里所有的家具 把他 把他 装起来 送到别的地方 对吗 所以家里就 剩下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空空 所以就是就是 意思是他们夫妇两个人所有的东西 已经 已经搬走 已经搬到外面去 对吗 实在是很聪明的一个方法 丈夫回来就没有东西了 只有他知道 只有妻子知道东西是放在哪里的 对吗 OK 然后他说 果如是非高于观不可 这个有什么 这个有什么意义 这个有什么意义 因为呢 一般的那个在宋代 在宋代 在宋代 离婚 不必去 那个官员说什么话 做什么话 离婚 就是丈夫写一封书 就离了 就离了 而且 等一下我们会看 这个妻子就要求 他现在只有他 就像我刚说 只有他知道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具在哪里呢 那个东西在哪里呢 等一下他要要求 我们现在分开 就是 每人 有一半 这个也和那个一半来说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哪里呢 如果离了婚 妻子只能拿他自己结婚时候进来的东西拿走 其他东西不可能和那个平等的分 和那个丈夫平等的分 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这个妻子做的是例外的 是很特别 这个不能把它当做妻子也能告丈夫离婚的一个什么根据 不行 不行 就是这一位王八郎的妻子是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能干 非常的会替自己说话 大胆 那个断定 他性格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 一般的妻子肯定不敢做 你看 你看 每次有什么 他们两个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争论 有什么不同意 那个 先令 就听那个妻子嘛 对吗 就一直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第一 第一是他们两个夫妇要分 要要两两东西两步 平等的分 第二呢 那个爸爸还要养那个女儿 妻子不肯 那个 现在一直 也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 这个 这个丈夫真是讨厌 对吗 真讨厌 他先有那个外遇 然后对妻子很很很很很不礼貌 也也也不止不礼貌 是很坏的 然后已经分开了 已经离了婚 还要来 还要来 还要来说话 妻子当然生气 就就骂他一顿 我们都会觉得那个 最后这一点是很幽默 对吗 连 连那个死掉 之后 那个妻子都不肯 那个 正对 从前的丈夫 对吗 女儿当然是愿意 他两个父母 那个 生的时候 合不来 但是他希望女儿希望 他们两个已经过去 希望至少可以 可以买在一起了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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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合不来 死后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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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不来 很多方面的话 很多方面中 这个故事 算是很特别 算是很 很 例外 我们以前这里 常常 其他地方 常常见到 一个丈夫 和 和什么 唱剂 有关系之后 那个 妻子就没办法 很多是 自杀 或者 至少 没办法 控制 丈夫 就 一定要接受 不接受不行 但是 这个 王八郎 的气 很特别 很不一样 而且 我们从开头 就 不管哪 哪一部分 看到 就很明显 那个 修述者 是 赞成 是 很 佩服 这个 妻子 对吗 你们不会觉得 这样的 他这样 那个 修述法 都是 都是 要我们 要我们 就让读者很讨厌 这个丈夫 而 让读者很 很 佩服 这个 这个 妻子 所以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意外 有一些 有一些例外的 方面 第二次他回来 那个 家里的东西 已经 已经 搬到外面去 然后 然后 他那个 妻子 才 才 表示 她 真正的 那个 圣气 然后就 拉 那个丈夫 到 到 亚门 去吗 到 现在去吗 这是很 很少见到 一间之里的 写 夫妇关系的 这样做 是很 很少见到的 这故事 就写给 那些 就好像 有一点好像 这类的故事 是写给 那些 比较那个 比较保守 比较 不为自己 说话的妇女的气质 而就表达 你们 你们看这个 瓦巴郎的气 可见 他 他 真是很 自己 对吗 很自信 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自己 不用靠 靠 靠 靠丈夫 丈夫对她不好 她就要离婚 不知道这个故事来源是哪里呢 但是 如果 我们有一天会发现 这故事是 民间那个妇女 这传说 我觉得 这个 这个很有道理 这个很 很 很容易 很容易理解 你说不是吗 对吗 很容易理解的 一见之理 一半的夫妇有什么 有什么 之间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 何不来 那个妇人 很少会这样做 为了时间 我们 不必 把它 每一句读 谁能 谁能 介绍一下 相似的地方是哪里呢 共通点 这两个故事 两个共通点 应该说是 就是有一个 男性先娶了 一个太太 然后过世之后 又再续嫌 那续嫌的那位太太可能或者是生病 或者是 就是身体一些情况 然后前妻的灵魂都再一次登场 而且还说了一些话 但是 但是两个故事的结局当然是不太一样 对 对 但是这一方面是 都讲到 一个丈夫 她前面的一位妻子死掉 然后再娶一个 再娶一个 或者是已经生 第二个太太 或是已经生了小孩 或是已经怀孕了 对吗 第一个故事里 小孩已经生了 第二个 是怀孕还没生出来 对吗 然后 那个孩子或者还没生出来 就有问题 对吗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病啊 有什么 对吗 然后故事就说 这个病是哪里来的 是前面的 从前的妻子 第一个妻子 因为什么 因为嫉妒 对吗 因为嫉妒 而要伤害 第二个妻子的孩子们 对吗 那我们先 当然也有不同的 等一下我们 我们谈到不同点 但是 从这故 这两个故事 可见 还有很多 以前这里面 其实这两个还有很多 就是 就是这类的事情 一个丈夫 两次结婚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当时 当然 这个是 中史 时代 的 中国 很多 那个 妈妈 生小孩 生小孩 或者是 小孩 才一两岁就 就 就走了 就 就没有了 或者是 生 生的时候 妈妈 和小孩 两个人 都 都死了 很多 所以一个丈夫 一辈子 有几个妻子 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因为 很多女的 是 生小孩 而死掉 很多 很 很 经常的事情 我自己研究过 从前研究过 那个 主要是 北宋 什么 欧阳修 苏东坡 王安石 这类的人 都有几个妻子 都有 两三个妻子 因为 有时候 没说清楚 但是 我猜想 是因为生小孩 而过去 有时候 没说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妻子二十几岁 或者 刚刚到三十岁 就死了 虽然 没说 没说清楚 但是 我想 多半是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什么 生小孩 而 遇到什么问题 就 没办法活下去 那不只是妻子 常常 遇到 生小孩 而 遇到大问题 当然 也有 刚刚 剩下来的小孩 常常 当时 对吗 常常 不到两三岁就不在了 就没有了 各种各样的病 对吗 当时 从这两个故事 从这两个故事 而且 我们如果读多的话 更更 看得更清楚 当时 很多人 就是民间的那个传说 第二个妻子 生小孩 那个小孩有问题 或者是生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一两岁的时候 那个得什么病啊 民间 常常会说 是第一个妻子 是第一个妻子的鬼 鬼魂 生气 嫉妒 而来害 后妻 对吗 的孩子 这个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想法 对吗 但是 也可以说 这两个 所以呢 可以说 这两个都是嫉妒故事 那个妇女之间的 对吗 是吗 妇女之间的一种嫉妒 故事 从这个 第一个故事 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妻子 虽然已经死掉 但是还要丈夫 对她写一个 离婚书 对吗 有一点幽默 我们看 我们看觉得有一点幽默 但是对她这个鬼 鬼回来 并不是幽默的事情 对吗 鬼是 鬼 有什么样的感情 是舍不得 对吗 舍不得 丈夫 再娶一个 对吧 舍不得丈夫 受不了 丈夫再娶一个 那 嫉妒是谁 会 会 对谁 嫉妒 会有 这样的感情 多半是 在这些故事里 多半是妇女 对另外 另外 另外 一位女的 的感情 你说为什么 基督是 是什么样的 不是常常 这种 就表示 感到基督的人 没有办法 独立 没有办法自立 对吗 要靠某一个人 对吗 不是吗 要靠某一个人 这个 这个如果是 前后妻子之间 或者妻妻之间 的嫉妒 常常常常有吗 不是吗 常常有吗 那个 我们 我们这两个故事是 先后妻子 但是 如果是 一起生 生活的 常常是 妻妻之间 的嫉妒 对吗 那嫉妒 有什么来源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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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想一想 有什么来源 多半是因为 那个人 感到 基督的人 没办法 独立 没办法自主 没办法 自己 对吗 要靠某一个人 因为靠 所以 那个结果 因为必须靠某一个人 这个某一个人 这个某一个人 当然是男性 就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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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性 突然间 会改 那个 情意 对吗 会对某一个 新来的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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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情 才嫉妒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嫉妒 常常属于女人 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偶然的事情 不是 不是女 不是女人 那个什么本来 那个 那个性格的 是他们情况 而来的一种 一种现象 我觉得 在中国 在古代中国社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见到 男性的嫉妒 我想最经常见到是皇帝门下的 对吗 皇帝下沉的之间的 也是权威很 非常那个 不平等的一种情况 对吗 那些 那些 那个 那个 臣下 臣门 对皇帝 有一点像 那个 朝廷之外 那个 宫廷之外 那个 妻妾对丈夫 对那个 权威也是 也是非常不平等的 所以我 我 我并不是说 嫉妒是专门 是女性的那个 一种感情 但是在 在 古代中国社会 因为 男女 那个权威 当然 那个 不平等 所以在 在 婚姻 中 常常见到 基督的人是女的 基督的人是女的 我看第一个故事就 集会之气 这个故事 虽然是 我们都 我们到 连那个 红麦自己 就 感到有一点 幽默 对吗 因为他说 到他 最后 就说 生人修死气 古未闻也 他就觉得 有一点 这个事情有一点好玩 有一点 有一点幽默 但是 我们 读这个故事 如果 是从 那个 前妻 来读 我觉得 这个 不只是 讲 那个 离婚事情 而 不只是讲 那个死后 一个丈夫 前面的第一个妻子死后 再娶一个 然后那个死鬼 就 舍不得 我觉得 除了 那种意义之外 这个故事 就是谈到 一个妻子 被丈夫 赶走 离了婚 他当时 他当时 那个社会中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 我不是说死掉 而离婚 我是说 生中的离婚 还生活 死 而离婚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伤害 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然后 要求丈夫给他写一个 离婚信 然后给那个 吴 那个 咋直前 吩咐之五月 夫人直书 战独尽 痛苦而出矣 我觉得这个 并不是 并不是 专门讲 这个 已经死掉 那个妻子 他 他其实是想象 生活中的妻子 给丈夫赶走的痛苦 第二个故事 更复杂 更复杂 更复杂的原因是哪 而且这个语调更 更 怎么说 更黑 更安 对吗 一点都不幽默 对吗 第二个故事 一点都不幽默 不像 不像 第一个 很暴力 比人家的动作更暴力 更暴力 更暴力 更 猛烈 那 他和 这个 我说他 比起 那个第一个故事 复杂 复杂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两个妻子都很嫉妒 还没说出 这个和上面的故事 最要紧的不同处 最要紧的差异在哪 厉害 就是在这边把他的儿子杀了 对 对 但是这个丈夫 不只是有两个妻子 我觉得这个很要紧 我觉得这个很要紧 那你说我是这样读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看你们同不同意 一开始就说 这个胡声 再取张诗女 破度 胡 辟以你 续于外神酒 那 我看这个 我想一定是 他第一个妻子还在的时候 已经和这个尼古有关系了 对吗 因为他说很久 对吗 那第二个妻子发现 他外面有人 有情人 我们就把他叫做情人 对吗 OK 第二个妻子发现 她丈夫外面有情人 非常的生气 对吗 然后要害她 她非常的生气 原因 我们后来才发现 她怀孕了 对吗 快要生小孩 对吗 那我们很容易想象 这样情况之下 更难接受 对吗 发现 刚刚发现 丈夫外面有情人 她快要 自己快要生小孩 就对自己的将来 对自己和小孩的将来 现在突然间变成很难说的 对吗 所以我想这个很有道理 是特别生气 特别生气 那那个已经死掉的 第一个妻子呢 回来就骂 就看到眼前的妻子 第二个妻子 这么生气 这样来害丈夫 要害她 从前的妻子 也很生气 就问那个 第二个妻子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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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 用什么话 你怎么来 你怎么来 据 啊 如安得者 据 据我的丈夫 我尽杀如尔 这个从前的妻子 对丈夫 婚外 有情人 有什么态度呢 我猜想她是接受 因为说很久嘛 她有这个尼姑 和尼姑有关系的很久 故事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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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 从前 她外面有有有这样的情人 发生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从前的妻子 接受 看到现在做鬼呢 看到新来的妻子 不肯接受 她 她就 她就非常的生气 也许我猜想 是因为她现在看到第二个太太 第二个妻子 有这样的反应 她 她自己有一点后悔 你说是不是 会不会 自己有一点后悔 我为什么 那么容忍 我丈夫的坏事情 他如果后悔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把 这个第二个妻子的儿子杀掉 因为 因为她看到 第二个妻子 其实 她 她 她现在 她现在后悔是 想到 我自己为什么 那么容易就接受了 我看到另外有办法 另外就表达 对丈夫表达 你这样做是不行 不行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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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办法 接受 就是我一种猜想 我 我当然不能 不能 那个证明说 但是 是 从人家那个心理 那个 从 心理学的那种 那种 分析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可能有道理的 可能有道理的 我 不是 我还是不太理解 因为我可能跟同学想的一样 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后悔的话 那他为什么来找的是 后 后一位妻子 而不是去找 那个尼姑 我读这篇的时候 我也想 他如果 真的 还那么 眷恋他的丈夫 然后他为什么 就是 不是去找尼姑作祟 而是去找后妻作祟 甚至把他 而且他杀掉的那个小孩子 是他丈夫的小孩 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 当然是 刚刚现在老师有提到说 就是 他可能还有一些忌妒 一些 一些情绪 可是我在想他这边 他里面没有提到说 前妻是不是有小孩 所以我在想他今天说 如安得折据 我也在想那个折据 要怎么去解释 是说 我一直以来都忍耐这么久了 所以你也应该要忍耐 今天你不忍耐 那我就 以一个好像是 有一种心理变态的感觉 我也逼你一定要忍耐 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还伤害我的丈夫 那我就要来加害你 还是说 他今天这个季度是说 你有了这个小孩子 你好像还不够 你还想要再多 对这个丈夫要求一些感情 所以我来加害你 因为我读这个地方 我目前还感觉不到 那个后悔的感觉 所以我想要 请问一下老师 是怎么解读 那其实你刚说的 跟我的自己的解释 我觉得是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因为他现在看这个第二个妻子 不能接受 他更生气他 他更生气他 他觉得他的那个表 那个标准比他自己的还高 对吗 所以他更会生气 更要上海 因为第二个妻子就 对他的那个 他对丈夫的要求 对吗 第二个妻子对丈夫的要求 比第一个高很多 对吗 高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他 他一定要伤害第二个妻子的原因是 是比较容易了解 他看第二个妻子这样做 就会觉得自己以前的态度 自己以前的做法 很有缺点 很有弱点 我是这样的解释 我觉得跟你刚才 和你刚才说的也差不多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 这个故事是谁讲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梦到这个前妻说话的人 其实是这个第二个妻子 就是这个张氏 那他前 我在想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他前面不是就很生气吗 就在地上打滚 就自己在地上这样 就其实他 他这样子其实很有可能 自己就流产了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他流产了之后 他就说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梦到那个前妻过来打我 所以我就流产了 然后他这样讲的意思 一个就是说 这个流产不是我的错 那另一个就有可能是暗示说 如果这个妮姑 如果这个新的情人 也敢来占据你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这个前妻 也会去找妮算账这样子 我没想到这个 也可以这样解释 也可以这样读 这么短的 这么简单 看起来 起初看起来 这么简单的故事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读法 对 但是像这篇故事 就让我们不管是用哪一个解释来读 这个故事让我们都觉得很很不舒服 很disturbing的一个故事 对吗 而且很很很很很残酷的 非常那个令人烦恼的 令人不舒服的一个故事 谢谢 刚才甘露说的那个后悔 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理解 因为就是 后期他的那个反应很激烈 所以他的丈夫有可能 因为后期的反应 然后有所改变 就他可能 会不敢再跟妮姑来玩 就是如果想到未来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 后面这个张氏 他就可以有小孩 然后丈夫又没有跟后面 就是跟外面的那个妮姑来玩 那他们可能就会过得很辛苦 然后我不知道前期 会不会就是有这样想到 就会觉得他自己以前 聋人这么多很愚蠢 其实他可以这么做 然后他可能就会嫉妒这个 后期有这样子的个性 然后后悔自己之前没有这么做 就是补充老师说的后悔 如果在猜想 前期应该是有想到 就是后来的状况 然后他没有办法忍受 他又有小孩 然后又有就是幸福的那个样子 也可能 我们很想知道 第一个妻子有没有生小孩 但是故事没说 但是故事没说清楚 但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原因 猜想第一个妻子是生了小孩 我们就故事里就没有看到 任何那个原因这样想的 好 我想问的是说就是不知道 自我自己的一个疑问 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 第一任妻子跟再娶的妻子 对于自己作为妻子的这个主则 是不是有一个社会的规范 因为好像我自己读这个文本 会觉得第一任妻子跟再娶的妻子 面对说有一个情妇存在的时候 他的那个态度的差异 是这里面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张力 那如果再往下猜的话 那好像就会变成是文本没有说到 我们说太多 所以我想如果放回宋代的这个社会情境 然后我们去看妻子对于 就是不同任的妻子对于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 如果没有这个判法的话 就是再放回这个文本 我们不会解释 你的意思是当时第一和第二个妻子的地位 有差异吗 我不知道是位阶有差异 或是对于自己作为丈夫的老婆 的那个职责会不会有差异 或是对自己的要求会不会有差异 还是说其实没有差 我想是没有什么差异 没有什么差异 差异是妻妾之间 但是第一个妻子不管是离了婚还是死掉 已经不在了 第二个妻子就是一个新的妻子 她身份应该和第一个妻子一样吧 因为我觉得不能理解是说 为什么第一任妻子不能 她的那个怨恨的对象不是那个情 或者是第二任妻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 所以我自己就在想 想找到一种解释 我才这样说 你说的很多结束 我自己就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没有对那个尼姑 对 就是这好像示范了两种 就是作为妻子的那种 那我 對對對 但是我這個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從別的故事裡也好像沒有根據這一點 其實我有一點點就是想法 就是我覺得這裡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把我夫跟乳兒做一個對決 他說我的先生 可是他對決的是你的兒子 我覺得他這裡有一種很像那種怪獸家長的感覺 就是他很寵他的先生 對對對對 他是這樣寵愛跟保庇他 然後他對決的對象則是你的兒子 然後他就有一種這是我這邊的人 那是你這邊 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那就是說 雖然 雖然已經過去已經不再 已經死掉 但是就是捨不得承認 原來的丈夫另外有妻子 對嗎 那個鬼說話 就好像不能夠承認 所以還是覺得她是我的丈夫 第一個故事 要丈夫寫一個禮婚書 也一樣的感覺嘛 捨不得那個容忍丈夫 已經有新的已經有第二個太太 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是前妻這裡的感情 好像還有一點像 她對她先生已經有一點像 不一定不只是夫妻之間男女的感情 有一點親情的感覺 對 就是她好像覺得她也是她的一個小孩 這樣的感覺 我們以後會看到一些是丈夫先死掉 然後妻子再嫁給人 然後那個丈夫做鬼 原來那丈夫做鬼回來罵妻子 但是罵的原因不一樣 那個鬼生氣的原因不一樣的 很有趣的 當然是有那個不總是那個妻子先過去 有時候是丈夫先過去 妻子做寡婦又結婚 但是鬼回來的原因 那個生氣的原因不一樣 這很有趣的 這個像我們上一次上課 見到什麼和聲詩詞之類 雖然一個看起來是一個故事 但是裡面有兩個故事連在一起的 對嗎 有兩個故事連在一起 一個是關於蔡代志的責 一個是關好 好什麼好好世莊 對 你看看她蔡代志之責某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對嗎 她常常沒有名字的 就有原因 這裡當然是這個發生的事情 很非常那個 非常的慚愧 對 對 對嗎 所以我想她是避免把名字寫下來 那這兩個故事的公通點當然是 都很那個害人的 就很嚇人的那個故事嘛 是媽媽殺自己的孩子的故事 對嗎 很很很嚇人的兩個故事 一個媽媽是妻子 一個媽媽是妾 對 但是結果是兩個兩個媽媽都把孩子們殺 但是原因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對嗎 兩個故事之間我覺得差異很大 我說差異很大有沒有 就是到最後殺那個媽媽 兩個媽媽殺小孩的原因很不一樣 也可以說另外一個公通點 是兩個故事也是都是嫉妒故事 對嗎 都是嫉妒故事 但是嫉妒的感情也有很大的差異 那有沒有同學能給我們解釋一下 這兩個故事的差異點是什麼 好 前面那個是丈夫外遇 然後妻子很嫉妒所以殺了兒女 然後後面那個是妾她其實沒有外遇 但是丈夫懷疑她外遇 所以導致妾很生氣所以殺了自己的孩子 然後所以對象就變成是丈夫的猜想跟嫉妒導致 OK 所以能不能這樣說 第一個故事就是關於這個蔡某的故事 那個妻子生氣 基督生氣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很容易理解 因為她丈夫做的事情太不像話了 對嗎 她不只是有外遇 她是他們把一家人 對嗎 綠到新的地方去做關 然後她情人在後面一個船 對嗎 然後她很很那個 對她經常到後面的情人的船過夜 當然那個妻子會發現 對嗎 會知道 那她沒有 這妻子沒有別的辦法 她自己就覺得只好沒有情人 還有其他辦法 當然一個媽媽一定要感到沒有別的辦法 才這樣做嘛 對吧 才這樣做 但是第二個故事裡面 那個信豪的基督 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一種基督 她很容易太容易相信別人給她說的話 對嗎 是非常非常沒有道理的一種基督 和第一個故事的那種生氣 那種基督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紅麥把這兩個故事連在一起是 有一點難理解 因為故事的差異點那麼大 而且第一個故事裡那個妻子基督 像我們剛說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個故事的基督是根本沒有根據 就是一個傳說 然後還有一點要注意到 要討論一下 紅麥自己在後面加上的話 夫人天子之人故殺子孫神而不惠 傳記中所在或有之 她說傳記中所在或有之 就是說比較正統的 譬如正史裡面的傳記 所以會找到例子 但是我們要記得那個紅麥自己是 編 她沒有編過正史 沒有編過那個什麼什麼皇帝的那個 實路 她有編過 所以她對正史裡面的列傳很有學問 但是我有一點懷疑她這樣的說法 她說傳記中也能找到類似的故事 意思就是說傳記裡面 正史裡面我們也能夠找到 媽媽殺小孩的例子 那類的故事 但是我想其實正史裡面 也許能夠找到母親殺小孩的例子 但是也許不是因為嫉妒 是因為什麼什麼外地人打戰 侵略中國 而與什麼漢婦女 和漢族婦女 有什麼關係 然後你說 也許是這類的 這類的故事 而不是一般人民間的 丈夫對妻子不忠誠 而妻子後來決定 做這個很難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比較 比較正統的 比較傳統的史資料 歷史資料 找到一個媽媽把自己的孩子們 殺掉的故事 也許是有因為別的原因 不是嫉妒的原因 而民間故事裡 就是以前志所收集的民間故事裡 就會有 就會有 就是很很普遍的民間 妻子對丈夫 或者丈夫對妻子 有某種嫉妒 有某種懷疑 而決定殺小孩 另外一個想法是 這兩個故事 我們都同意 這兩個故事 雖然連在一起 但是它的差異很大 我想也可以說 這兩個故事的差異 就表示怎麼說 因為一個是棄子 因為丈夫外面有情人 非常的生氣 而決定要殺自己的孩子 第二個故事是 丈夫以為妻子有什麼情人 對嗎 其實根本沒有 其實第二個故事很難很難理解 不只是丈夫那麼容易相信 還有一個很怪的地方 就是那個妾 不是棋子 那個妾 為什麼還要殺那個小孩 對嗎 這個不是很過分的嗎 不是很過分的 他還有很多辦法可以 對嗎 他為什麼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二個故事 有一點不太合理的 他為什麼沒有和丈夫解釋一下嗎 為什麼沒有說清楚 馬上就 看起來馬上就把孩子們 殺掉 我覺得有 有一點不太合理的 我還有一點要說 你先說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是過了一段時間 才決定要動手 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他中間是說他日系苛責其切 所以他中間有解釋 好的好的 OK OK也可以這樣讀 但是我還是覺得 還有別的辦法 我覺得這樣的決定實在是過分 但是第一個故事裡 我們讀到媽媽殺那個小孩 我們雖然會 也是很嚇人的事情 但是不會覺得那麼過分 我覺得 喉麥把這兩個故事連在一起 有一點表示 怎麼說一種 雙重標準不同 因為第一個故事裡面 妻子是很有道理的生氣 第二個故事 丈夫對妾那麼容易懷疑 哄麥把這兩種的生氣 把這兩種的連起來 我覺得是有一點不對了 江教授遇到一個窮人 帶著一個女兒 年紀有沒有說清楚 這個女兒多大 沒有說清楚啊 但是看起來也許有十歲左右 對嗎 十多歲 然後江教授就可憐這個窮人 就說他我替你 就等於是把你女兒做養女做乾女兒 對嗎 後來過了也沒說有沒有說清楚 過了多少時間也沒有說清楚 對這個乾女兒 就覺得就 因為當然這乾女兒如果是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 比如說如果她是開始是十二歲 然後過了兩三年之後 那個江教授就把她看作小妾一樣 對嗎 然後跟她有關係了 然後她自己江的那個妻子母親有什麼樣的反應 很生氣嘛 很對江很失望 她會這樣做 對嗎 她媽媽很生氣 妻子也現在她有信任 兩個媽媽和妻子都不肯與她走 媽媽還說 這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行 如受人托子 而一旦若是 虔誠誓可知已 虔誠誓可知已是什麼意思呢 你說媽媽在想什麼 虔誠誓誓可知已 它不是說 你以後 會有惡保 對嗎 你以後肯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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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音的 有惡報的 有惡報的 對嗎 所以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与你走 跟你走 讲历情不能得 净独有女之信舟 所以可见他 自己弃子 自己的妈妈 就对他很失望 就对他觉得他做的 这样做非常的不对 其实他刚刚同意说 那个江教授刚刚说 替那个爸爸养这个女儿 我们已经会怀疑 他有另外一种想法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不是完全那个天真的想法 为什么 从哪里能见到 你看第三行 江志家织女外馆 独入见母气 对吗 他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为什么把这个女子放在外面 后来 后来 后来有什么 有什么 到了新的地方 到这个信州 对吗 过了一会儿 突然间有一天 那个女的 他就开始说那个 很很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江就问他 你为什么说这么不幸运的话 女儿就说你快要死了 你快要死 然后那个女的 就变成一女生 叫做樱华 樱华女生 樱华我们在一间志里 这不同的故事也有的故事会见到 樱华是某一个什么金云县的一个地方 僧女 也多半是保护女孩子的 然后樱华出来 那个江教授突然间就死了 是樱华 看起来是樱华为了这个女孩子 而伤害江教授 然后叙述就说 人家未将唯一不忠之此 唯一不忠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前面答应 对 前面答应 然后利用女孩在身边 就利用他 对吗 这个叫做唯一不忠 另外 后面有另外一个解释 他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女孩变化为樱华 而伤害江教授 OK 我们先不讲第二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为什么一个故事有两种解释 这个很难说 很难理解的 但是我们先专门想 想一想 想一想 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本身就不太合理 不太很奇怪 对吗 我们都从开头读这个故事 都以为这个女孩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 我们没有任何原因 以为她是什么女神 对吗 她突然间变成樱华女神 就非常的意外 非常没想到嘛 对吧 当时宋代 那个 已经结婚的男人 偶然有机会 说她要做什么好事 就是为某一个 某一个 养不出自己小女孩的家庭 把女孩 拿到自己家 说是把她当作干女儿 后来 后来等到她成年了 等到她长大了 把她当作妾 小妾 所以这样的事情也许是不敢不敢说是经常发生 但是 偶然会有的 偶然会有的 连有的话 也许没有人会管的 也许没有人会会会会会会来会来注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兴趣在哪呢 兴趣 不管法律怎么样 不太管这类的家庭里面的事情 尤其是关于那个小女孩 怎么样养她的那个干爹 怎么样怎么样 不尊敬她原来说的话 或者她原来说的话 后面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希望 法律不太管的 但是民间的道德观中 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对 非常的不道德的一种行为 那这故事里面 那个江教授自己 会不会觉得他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情 好像没有 根本没有 谁有这个比较那个比较高等的 比较比较比较更有要求的道德观 故事里面是江教授的妈妈 江教授的妻子 对吗 所以我们看到 她那个丈夫 或者儿子 这样做 这样 不忠诚她原来的话 家里的两个妇女 非常的 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 非常的不高兴 对吗 因为她们有更高的比法律 我的意思是 她们妇女就有一种比法律更高的要求 而发现她们自己的丈夫儿子 那个做的事情 不合这个更高的道德观 道德观念 对 所以她们就就就就就就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 那个法律之外 另外有一种 另外有一种 权威 而这个权威是 留在谁的心里 是在妇女 心里 而且是怎么样对待小女孩 对 因为这个男人是反了 是反的是那个 反了应该 我们这社会中应该怎么样来保护 应该怎么样 那个那个养大小女孩的有一种道德观念 这个江教授就不就不不符合 对吗 所以她们她们对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儿子就就就就很生气 这些故事里 我们我们就常常见到 一些当时 或者是不同价值观 或者某一个人的行为 是其他旁边的人 不能接受 种种的 当时社会中的一些冲突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是非常的有趣 这里呢 这个故事我已经说了是表示 男人觉得他有权威能做的 想做的 关于尤其是关于那个 关于那个情欲的事情 他觉得没有什么控制 他想做的 不管他前面 他从前说了什么话 对吗 不管他对这个这个小女孩的爸爸说 打赢了做什么说了什么话 后来他都觉得他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 但是他旁边的人看他这样做就非常的难过 而这旁边的人 难过的人 刚好也是也是妇女 刚好也是妇女 我觉得这方面是很有趣的 非常非常有趣 就让我们如果真正的要了解 当时社会中的几个几件那个什么 什么冲突啊那个矛盾的tension啊 就就这类这类注意到这类的里面的 里面的不同不同看法 是很很很很很值得注意很值得注意 那刚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前后期 对丈夫的要求也有差异 他们希望受到的待遇也会有不同点 也会有差异 丈夫和从前的妻子当然也有不同的希望 也有不同的条件 还有今天开始说王八郎的妻子 对于对于他自己的丈夫的非常的非常的不满意 而且不只是她的这个这一位妻子不只是不满意 而且是有办法想到办法怎么样保护自己 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女儿养大 不要让给丈夫养成养大了 我觉得这些都很有趣的 所以我们说王八郎的妻子不得带掉 也讨压的注意力 今天的组织子是有关了